你好 欢迎收看12月3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为了建制友善校园环境 建议徐中贵很重视校园安全和教育 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米陪同之下 前往住墙国小视察新设游乐设施还有校园的环境 了解整个校园运行和需求 要打造试学优质的教育空间 前段学生表示 先辅全力支持学校的需求 今年对各校进行全面建设以及改善 目的在使孩子们能够在最好 最安全的校园快乐成长 国小阶段的学童是最活泼的 好动的年纪 打造安全邮居设施 让家长教室能够安心 若建设友善的校园环境 虽然徐中贵重视校园安全的教育 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米陪同之下 前往住墙国小视察新设施以及校园环境 了解校园运行与需求打造适合优质的教育空间 新长学生为逐一检视校园内的邮寄设施以及环境 建学校将栏杆高度再提高 并将学校再提报计划申请 以这层教育处全力协助学校盘点其他需要的改进设施 以打造安全的校园环境 考量住墙国小人数超过500人 因现有邮寄设备不足 122年度提报改善教学环境以及设施设备 申请计划 新增体能滑楼梯等设备 并且增设地点以及人工草皮 以降低学生受伤的程度 记得将一块收到